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王國昌風傳一段影片 說是解放軍用台語還有客語大喊 趕快投降我們優待俘虜 國大辦立刻說 不是針對廣大台灣同胞 永遠不會把台灣同胞當成敵人 但導師這句話 這句話用台語怎麼唸 靜平你會唸嗎 春秋老師會唸 趕快投降我們優待俘虜 俘虜沒怎麼說 我們優待俘虜 我只會講日語 俘虜 俘虜叫俘虜 我們今天討論半天 小時候聽我父母那麼講 真小時候講日語 日語 我們今天討論半天 在想說俘虜台語怎麼講 好像有點難講 當然這是有點歪樓 在蔡英文的主任之下 確實兩岸情勢很緊張 各方的訊息都開始 已經幫台灣怎樣 刺猬之島 毒蛙之島 摧毀台積電全部都開始了 我們台灣人還痴情的看著美國 你們會保護我 靜平剛剛講的 就說美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子 一開始就失敗主義 有原因 中國大陸那麼強 俄羅斯又跟烏克蘭 這邊不斷的挑事情 然後內部的問題 我覺得是最麻煩的 美國前總統Jimmy Carter 已經97歲了 2022年1月 他剛開年 他就投書 忍不住投書媒體 他說一年前 就是去年2021年的1月6號 川普支持者 襲擊了國會大廈 造成了流血衝突 幾乎導致民主權力 移交中斷 謊言統治了一個政黨 使得美國人反目成仇 美國現在搖搖欲墜 這位前總統看到的是美國搖搖欲墜 如果不立刻行動 將面臨真正的內戰危機 內戰這個是目前美國討論度極高極高的 一個內部話題 不是開玩笑的 各方的證據 學術的統計的攻擊的社會事件 太多太多了 這位中情局的顧問Walter 他在去年底 他也告訴大家 他說美國比你們所有人所想的 更接近內戰 他研究的就是內戰 研究的就是恐怖主義 為什麼呢 不是隨便講講 不是自己感覺就覺得是 他說觀察會不會爆發 動亂的有兩個最佳的指標 第一個是不是無體制的半民主 第二個是國內有沒有興起利用 種族宗教或是族群分歧 攫取政治權利的風潮 為什麼覺得好像在講我們台灣 令人訝異的是 美國目前兩個都達標了 兩個指標都有兩者兼具 所以他說半民主體制在研究中 爆發內戰的機率 是完全民主政體的三倍 我覺得這個可能對台灣人來講 也覺得美國是半民主了 美國已經不是我們的 我們台灣的施法的民主精神 不就是來自美國嗎 不就是嗎 美國也很自豪 他們是全世界民主的這個 怎麼講 維護者 在全世界要宣揚民主價值 哪裡不民主 他就是攻打哪裡 就是摧毀哪裡的政權 但是在美國專家 中情局顧問的眼中 美國已經倒退到半民主了 已經不是一個全民主 我們問一下大家好不好 你覺得美國是全民主 還是半民主 介大使你先談 你怎麼看你在美國 生活也滿長的一段時間 八年一半 對 我說各方的訊息 你覺得美國真的是在一個 內戰邊緣嗎 對 我覺得就跟最近 有幾個作家也講 他說比一般人想像的 還更接近內戰 我自己認為就是說 因為美國的兩大政治領袖 兩大黨政治領袖 基本上都在加劇美國的分裂 那1月6號的時候 拜登他的演講 他就稱這些去包圍 這些美國國會大廈 一年前1月6號 包圍美國國會大廈 那些群眾 他直接把他定義為暴民 所以他已經把這些 可是這些暴民 他們認為他們去那邊幹嘛 他是去救美國的 他們是救美國憲法的 是救美國的國會的 是救美國於為王於不追 他們是認為自己是愛國的 可是現在美國的總統說 他們是暴民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川普他在拜登講完話以後 川普就說 這個總統拜登用我的名義 進一步來分裂美國 川普1月底 他會在亞利桑那 他還會有 他這個可能是 他一個付出的儀式 還有一個大活動 現在正在積極的募款 他也應該會對1月6號的 包圍美國事件 去年1月6號 包圍美國國會的事件 做出他自己這個版本的解釋 所以現在美國就變成 這兩批人是非常非常的兩極化 價值還有行為動機都不一樣 最近有個作者講說 他說這個內戰 不是跟以前19世紀 美國第一次內戰打的方式是一樣 他說這次內戰 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 第一個 恐怖攻擊 他會用恐怖的方式攻擊 第二個 還有人提到 可能會有暗殺 暗殺 暗殺政治人物 重要政治人物 還有他們的攻擊 可能是用這種傳統的武器 包圍一些特定重要的機構 像這次去年1月6號包圍國會 美國有50個州 他可能在某一個州 他就把那個州政府 又給他包圍了 這也是一種內戰的型態 而且他認為現在這些 真正去發動內戰的人 是什麼人 就是說過去掌握美國政治權利 可是他們認為 他們的政治權利 正在被威脅 正在失去當中 這一批人 這一批他指名而講 就是美國的白人 這一些過去他們認為 美國是他們的 然後現在他們覺得 美國快要從他們手裡失掉 所以他們是會發動 內戰的這一批人 現在所以他們就是說 非常非常的憂心 像Jimmy Carter 我想他們美國人 他只是非常清楚 美國現在的狀況 所以最近連這兩本書出來了 出了這幾個人 兩本書 而且都在美國的主流媒體 非常深入大肆的討論 而且參與討論的人 也都認為那個作者說 美國已經非常接近 內戰這個邊緣 這個說法都非常認同 所以在美國現在這個 真的說內戰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滑眾俱崇 對 不是一個滑眾俱崇 不是一個就是要恐嚇大家的議題 在美國媒體很認真討論 而且舉出各式各樣的數據 指標等等 算是一個很科學性的皮價 甚至在加拿大的學者 這位學者也是寫了一篇文章 是要警告加拿大政府 因為加拿大跟美國的關係很近 要加拿大政府提早做好準備 因為美國亂起來 對加拿大影響太大 他的時間點還特別寫 他說他認為在2025年 美國的民主可能會崩潰 時間落在2025年 離現在也沒多久 2024是美國跟台灣的總統大選 選完之後最危險 如果沒有擺平的話 還有2030年 他認為美國有可能會落入 右翼獨裁統治 就是美國的民主 正在不斷的倒退當中 我要問一下村奇老師 但是我還是要連在一起講 你這樣來看就通了 美國這麼強大 泱泱大國 為什麼來個失敗主義 因為美國連他的內部 都沒有辦法控制 美國現在的危機不斷 內戰 種族問題 理念問題 宗教問題 族群問題等等 很多政客利用這個問題 在撕裂台灣 當然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美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國保不保得住 這個思維最重要 他必須要先穩住內部 所以像台灣這種鞭鞭咖咖的怎樣 你自己洗洗好 是不是這種概念 你有用的東西 我拿來其他擦擦他去洗 就這種概念 你看到還有三名 美國的退役將領 所以不只是Jimmy Carter 不只是我剛才講的 加拿大的這個學者專家 不只是中情局的顧問 還包括三名美軍的退役將領 也是一樣聯名投書 華盛頓郵報 就告訴大家 因為是美軍將領 對美國軍方的內部比較懂 他要講的就是2024年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可能會有動盪 甚至軍隊內部爆發流血混戰 所以結論是 一想到下次可能接續出現政變 我們就不寒而栗 春秋老師 先不論這些專家 或者包括卡特 他們做這樣一種呼籲 或者警告 甚至推測或者預測 到底有沒有可能性 或者會不會發生 先不管這個 光美國內部出現這樣的聲音 我覺得對台灣 就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我們不是喜歡看人家 要倒楣 為什麼 美國對台灣來講就是天 天不可能塌下來 天還用質疑他嗎 我們對於美國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臣服 而且完全的相信 是打從心裡相信 中國到現在有很多所謂的 工資精美分子 也是這樣子 認為美國這一套是最完美的 是最好的 是不容質疑的 而且不必質疑的 現在內部發出這種不同的聲音 我覺得是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至少打破那樣的一個神話 在過去我們在那樣的神話之下 怎麼死都不曉得 第二個 你說翻開美國過去的歷史 他們是搞過內戰 大家都很清楚 美國林肯那一次 所以他們不是一路完美的 可是我們從來不面對這個現實 那更重要是怎樣 長期的貶抑自己 甚至對於其他的可能的制度 完全的妖魔化跟貶抑 那認為說這一套 就是至高無上 不容之一 只是我們沒跟上 好 你剛剛那個主持人練到那段說 這個不是很像台灣嗎 我跟你講 你不要低估 我是非常欣賞你這一段 什麼意思 美國200多年的歷史 他們的民主發展的歷史 我們台灣嚴格講 解緣到現在20幾年 我們是加速發展 我們現在很多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們是領先跟超前美國 我們這個民主制度 所會發生的弊案 各種各樣的肉絲 我們是真的特殊這個 等於是集中濃縮 都爆發了 現在美國在 我看起來這也很競雄 就這樣講 我們內部這樣的分裂 所以聽起來老師 我們之前都在講說 蔡英文什麼獨裁 極權 對照美國 人家美國是從民主 倒退為半民主 所以我們早就是半民主 半衰民主 半民主 半民主了 對 不只 比如說選舉這個東西 我們以前是奉為歸孽 在國民黨時代都說 就是國民黨糟 就是這個太壞了 我們沒有機會實現民主 我們沒有機會選舉 如果怎樣 我們會多完美 結果現在我們台灣 就是選舉是全世界少數 多得不得了 選了這麼多 大家是不是開始對選舉制度 對這個東西開始幻想破面 然後看到他很多弊病 過去有人在外面 就只說不是 但以前不信 我們是很快加速了 我們這個經驗 透過皮膚 透過我們每天的感覺 透過每一次的政治參與 透過每一次的罷免公投選舉 我們是經驗到這個制度 是有問題的 就不用質疑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管我們奉為主宗的美國 他們自己本身開始反思 開始反省 包括我們自己台灣的實踐經驗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我們不是暢衰 也不是說最好美國倒楣 這個事情對我們自己本身的 自我反省 自我學習 然後不盲信 然後打破神話 開始找出我們的出路 我們才有生機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 都是大咖 都是一些人物 而且很清楚 他們已經徵兆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對台灣 前面我們已經講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被人家 美國這樣招他叫我們自毀 我們都沒有感覺 我實在想講一下 如果說過去不是沒有這種訓國 如果說張宗謀跟蔡英文 最後的時候一起到台積電 硬爆自焚 那我就覺得說 那你是還有一個勇氣 自焚 好有畫面感 蔣介石當年比如說 跟日軍對峙的時候 沒辦法 因為那個很弱 你還把黃河炸了 用這種方式也搞過焦土 那是很慘烈的 前面剛剛講那麼 你自焚那個很壯烈對不對 你至少很慘烈 重點是他還可以撤退到大後方 或者後方 你把台積電新竹的地方 你撤到哪裡去 所以美國這個根本是個胡扯 我們毫無質疑 你想想看就是個胡扯 現在美國自己本身 內部發生不一樣的聲音 而且這種警訊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好好的欣賞 而且引以為戒 而且重點是 走出自己獨立思考的路 不要唯美是上 唯美是從 然後完全自己是跟個傻蛋一樣 我實在每次看到這個都很痛苦 好這題老師講得太好了 他剛剛講張忠謀台積電 什麼張忠謀還有這個 蔡英文去 我真的想講加個警語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好 但是最後我要問他競評 所以這樣來看 我覺得這一張 因為看起來好幾個題目 放在一起看就懂了 為什麼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 失敗主義這麼濃厚 這麼糟的一個策略 他也不怕傷害台灣人的感情 就直接丟出來 而且鉅細民意的告訴你 那種東西就是 我把你東西加搬走 我還要再踩你一腳 你想想看 你摧毀台積電也就罷了 接走我們的科技人 什麼意思 就像你第一個看到 你的感覺上就是 我們是笨手 那種感覺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懂了 就是美國他自顧不暇 他一個頭兩個大 面對大陸面對俄羅斯 然後面對這個內部 一大堆的恐怖攻擊 暴力 還有這個分裂主義 還有等等 包括介大使今天可能來不及講 在今天我跟下午 介大使一點的 這個世界越來越盧節目 當時的篇幅比較長 介大使花了很長的時間 論述這一題講得非常好 告訴大家怎麼樣分 把美國分成五個國家 分成兩個國家 怎麼分地理版圖 都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補課 世界越來越盧 今天中午直播的 所以靜平 我們講了那麼多美國 還是要回到我們台灣 所以懂了 美國自己內亂 自顧不暇 怎麼會保護我們 怎麼會保護我們 他想也不可能 那我們台灣應該怎樣 還是要全力輕美 還是要分散風險 所以你再過來看 他的失敗主義 他的棄台論 就覺得都通了 這個棄台真的是一個 認真的思考 不是說說算 我們剛剛講說 歷史當然很難一次講完 但我就講說 剛剛一開始 舊邦姐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美國在二燦末期 打到德國的時候 那個為了防止前蘇聯 把這個德國給拿過去 後來當然我們都知道東西的 所以他把德國的猶太人 包括愛因斯坦在內 全部都載走了 執行了一個叫做回文針計畫 然後當時這個德國有很多 重要的民生跟工業軍事設施 都在美國當時二次大戰的時候 盟軍打過去 幾乎 大家都以為是前蘇聯兼必親也 又來那一套 當年被納粹德軍入侵 或者是拿破仑入侵又這樣 其實不是很多是毀於盟軍之手 讓德國幾乎已經攤下來了 因為他就是故意要打德國 所以後來把這些人才都帶走了 以至於後來美國有這些什麼 所謂的 因為以至於美國後來有這些 所謂的飛彈科技 核武科技 原子彈都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美國是想要先得到他的東西 我記得2021年 也就是去年一月初的時候 還有前年的年底 英國經濟學人才有一篇報導說 21世紀的台灣的台海跟韓國的 朝鮮幫打韓國 有望成為20世紀之後 原油的荷姆之海峽 成為21世紀的荷姆之海峽 為什麼 他是說 台灣有半導體有晶圓 就像韓國的三星也有半導體晶圓 這兩個地方連在一起 是變成保護台灣的一個重要的系頓 然後當時經濟國經濟學人 還去訪問了台灣的一個 高科技的上市公司的百大的一個老闆 當時那個老闆還跟經濟學人雜誌說 台灣只要有台積電 你看新竹蓋的台積電 台中也跟著蓋 台南也跟著台積電的科學園區 有台積電的地方 老共就不會打過來 因為反而中國會很保護 這些珍貴的資產 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就要大家討論 大陸打來我們要躲哪裡安全 有人就說躲核電廠 有人說躲台積電 躲台積電 但是現在一看 說台積電不安全 第一個先爆台積電 那個時候英國經濟學人 這一篇報導出來的時候 很多上市業界半導體界的人 老闆和幹部員工都開玩笑 如果大陸打來了 就直接在台積電裡面 或是在科學園區半導裡面 現在要離台積電遠遠的好不好 所以當時是這樣講 所以你看至少人家 是用這種矽盾的概念 當時小英政府不是蔡英文明 講對我們是矽盾 我們強大就看著來宣傳 在科學園區半導體 在科學園區半導體 在科學園區半導體